大家好,我是Candice, 多謝大家的支持,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記得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當你打開小鈴鐺記得選擇我, 苏文有新的影片就會收到通知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麻痺, 麻痺在當地的夜市中是一個很受歡迎的小食 首先我們做麻痺, 最重要是要用到花生碎, 所以這個花生我買了比較大顆, 所以我稍後會把花生碎打碎 如果你想做自己的花生碎, 就把花生拿去烘一烘, 之後拿去打碎 所以我們就把花生打碎到大概這樣, 就可以了 我這裡就打了200g的花生碎 之後我就放100g的幼糖 如果你不喜歡吃這麼甜, 可以減少糖分 之後我們把花生和糖混在一起 我們把120g的糯米粉放進大碗裡 然後我們就放180g的水 最後我們就放兩個湯匙的油 我們現在就把這三個材料混在一起 待會我就會把這個碗拿去蒸 所以我就拿油來塗一層油 然後再把麵漿倒進去 水滾了, 我們就把麵漿倒進去蒸 所以我們要蒸20分鐘 好了, 20分鐘後我們就蒸好了 所以蘿蔔糕蒸好了, 它其實是黏黏的 所以我們就把它放進花生碎裡 然後用一個剪刀來剪一粒粒 之後再把它拌上花生碎 看到這裏, 你是否覺得莫紙原來是這麼容易做的呢? 這個食譜做出來的莫紙真的很好吃 它的口感是QQ彈牙 而且是入口即溶的 所以你真的要試一下這個食譜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裏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謝謝